大家好 我們要介紹這後面的樹種為 地輪陶 地輪陶科 那因為它長得比較高呢 所以我剪了它的葉子 來敘述它的特徵 葉呢 葉皮真形 而是也有鋸齒圓 非常整齊 葉有隔直 葉背會有短的柔毛 那側脈直達齒端 還有呢就是它的葉背脈會凸起 然後非常的平行 那它的花呢是屬於白色的 我們來介紹它的果實 因為它果實非常有 非常有特色 那麼大 它的果實呢 是蒸大鱷片所包覆的 那地輪陶的果肉呢 含綿液果 只要有帶點酸味 但在印度啊 地輪陶果實的鱷片 可作為蔬菜食用 那果肉可以有紙殼啊 解熱的效果 那它的葉呢 跟樹皮可以 可作為收斂劑 那葉的葉皮呢 應該說是地輪陶的葉呢 因與琵琶的葉子非常相似 所以它要固稱有擬琵琶的別稱 對 因為它的果實外面有包著肥厚的耳片 看似綠色的桃子 所以故得名 謝謝